近日,在国家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建表示 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 未来一段时期 1981-1997年间高出生助列仍是中国育龄妇女的主体 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 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 其次,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 一方面,20-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 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 导致出生人口下降 另外,0-14岁少儿人口比例一会继续下降 同时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 他提到,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 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所谓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 指的是生育率下降 令少儿人口比例大幅下降 同时老年人口比例还没有那么高 所造成的中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尤为高的局面 未来要将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品质红利 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、女性人口 将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 宋建说 是用了一个人口说 是用了一个人口策的老年人口 是用了一个人口策的老年人口 是用了一个人口策的老年人口交温